LAYO 了事件以天氣露心 大家好我是LAYO 今天來看瑪扎爾人對上大大人 這場比賽是神愛血的哈拉伯地圖 來看一下大約出生點位12點鐘發生的瑪扎爾人 瑪扎爾人擁有免費的鍛造技術 一攻二攻三攻都有 這個效果讓他前行很適合打漏馬或是槍兵路線 後期他有這個反驅攻 可以讓馬攻射程變得非常遠 他的弱馬造價也是比較便宜的 後期還可以遊俠可以使用 我們接下來看一下達達人 達達人的特色是訓養動物可以吃的再更久一點 而且達達人的拇指環和安息人戰術是免費的 所以這個速成馬攻是很可怕的 再來就是他的速成馬攻高打地的傷害非常誇張 所以達達人後期多用馬攻高打地的話 可以拿到巨大的優勢 達達人後期也可以從工程七製造所產生火焰駱駝 算是一個不錯的打騎兵單位的一個單位 但是後期的達達人還是比較適合走騎兵路線 三攻三防騎兵 槍兵路線稍微不太行 甚至連二級的步兵鎧甲都沒有 但是大騎兵遇到對方成盾的駱駝數量 或是騎士還是可以考慮拿來使用的 好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兩邊地圖 那地圖方面黃金在後方看起來不錯 但兩塊黃金在前面看起來有點痛苦 那墓區離得有夠遠啊 哇這個墓區是怎樣 所有兩邊的墓區看起來都不是很舒服 那我看一下西托這邊的 西托哥這邊前面的黃金在正前方 黃金有一塊也在前方 兩邊的黃金都偏正前方啊 我的天啊 欸沒有啊 有一個在後面的還好 他金礦都在前面 主金也在前面的就真的是要吐了 還有後面有一塊附金 可是在前面看起來還可以 那一樣墓區都是很遠啊 那邊墓區都是超遠的 好這邊麻炸 依然是在開始挖金礦了 那這邊挖金礦有可能是要打棒棒 轉工兵了 所以黃金很早就挖 接續工兵的流程會比較適合 好這裡棒棒走進來了 準備開打 好棒棒直接被收掉 現在 阿拉人有三隻 肉馬 阿拉並沒有走肉馬開局哦 而是走工兵 這時候才點下一級伐木 好 補下了馬丘 看來還是想走下起兵路線 但是現在出門的話 有可能被對方的毛兵加肉馬給收掉 自己沒有佩戴太多槍兵 也沒有肉馬 防守來說還是 出一點比較好 好這裡上去直接被收掉了 一堆工兵 阿拉人這邊的肉馬傷害很多 好毛兵過來 想要擋 但有點擋不太住哦 完蛋了馬扎了這邊被扣黃金 好這裡出更多肉馬 想要直接砍爆對手的戰毛兵 確實有用 戰毛兵現在的數量是5加1 6隻的傷害 5加1 6點傷害 這6點傷害打毛兵傷害很高 打對方肉馬也可以哦 好 這邊要小心不要讓對方拿到高地 對方是打打人哦 高地傷害是非常誇張的 好上方的位置 看來沒有問題 但毛兵依舊在如蕭 這個怎麼直接走進來 怪怪的哦 走進來直接撞到槍兵 好毛兵要抓到一村了 但是馬扎現在已經損失了三村 開局死三村有點虧啊 欸 不對哦 是打打人開局虧三村哦 原來是打打人這邊被馬扎的洛馬 拖線進攻 拖掉了一些村民 好奇怪怎麼看起來怪怪的 打打人這邊 最後是以封建時代 輸了三村 作為告終 兩邊準備進入到了城堡時代 好這裡 喬木牆 應該是喬不進去 好 穿到時代移上去 打打馬弓 來了 三射箭場出馬弓 就是比較標準的打馬弓的數量 三射箭場 目前只有馬扎人走馬弓路線的話 就雙射箭場其實就夠用了 因為自己也沒那麼多黃金可以用 所以現在主流來說 雙射箭場馬扎是很正常 那其他外面依舊還是三射箭場 會比較常見一點 好大大人點下了二級伐木 一級龍 經濟科技補一下 現在馬弓次郎來到了巴茲 右邊對敵人的進攻 防守有點有壓力了 馬弓沒有選擇在家裡做防守 而是到對方家裡稍微繞一下 好後面補了一個TC 這裡馬弓在繞 但是家裡馬大人已經展出了戰毛兵 而且二級的弓兵凱塔也早就已經點下了 彈道水也早早補下 哇這個反制馬弓路線非常早期哦 好這裡射了一隻馬弓 這個高地有點麻煩 好這隻馬弓回來了 這一波要上囉 先上前直接開打 騎頭這邊有高地 第一打高的 達達人 有點吃力 但這裡歧視多 要全部吃完一定沒問題 OK這一波打完 馬扎爾的馬弓 數量只剩下6隻 達達人現在有馬弓上的數量優勢 好補了一個前置 工程器製造手 好這裡馬弓進來 居然還偷掉了一村 好這裡馬弓進來 看起來莎拉斯基的村民 這村民 莎拉斯基馬弓有點想要去找對方村民啊 在獵防守其實蠻薄弱的 好這一坨馬弓直接過來 劍塔撞到了 現在馬扎爾還在單TC 卡達人已經雙TC開農起來 開始重新量產馬弓了 好這裡部分有投資車 好這裡高達第一順利收掉了一台投資車 第二把打到了半套 可以出到這邊 投資車也被剪掉 馬弓雖然可以上高地 但是選擇沒上 所以馬弓雖然很多 目前馬扎爾的戰矛配馬弓 把達達人打到有點 生活無法治理的感覺 結果再留一頭馬弓偷偷留進來 好三戰矛配馬弓已經來了 好三戰矛配馬弓已經來了 好現在馬扎爾的馬弓數量來到了15隻 達達人是29隻 兩邊都在囤馬弓 但是馬扎爾一直有高地優勢 哇這裡壓制快壓制到10分鐘 達達人都能補下了分送技術 哇分送技術可能來不及好 好退款了 退款了 好 讓他投資車打花瓶球 好現在馬扎爾的馬弓 剩下16隻 數量稍微已經下降 達達人這邊馬弓來到30隻 稍微卡了下輪口 好現在投資車 快努力在拆TC 等TC一直有人修理 馬大這邊馬弓想要嘗試去開戰 但是一直找不到好的時機 好現在生態投資車來了 馬扎爾這邊大量戰謀 加上一些馬弓在拋地上 五次單單 達達人沒有衝動 達達人也是 兩邊都算是蠻冷靜的 很難的 又在排隊 拉來 同時 拉來 等於 好 這個TC 看來是有點難猜 過去馬卡補下 再來等下一起馬卡 這個TC是我看過生最久的TC啊 四台同時車來了 第五台已準備來 馬克基叫第四台同時車 好 現在四樓頭都還在繼續敲 好 現在馬炸了 好 現在馬炸人 經濟方面 是稍微出給了 拿搭了 後方有一串馬弓 開始抓村民 這裡城鎮中心打了快十分鐘 終於打掉了 好 其實終於解不掉 好 這裡馬弓 會不會在TC 永田裡面防守 好 這裡戰毛 砍了非常多的馬弓傷害 好 打扎人馬弓 開始有點反殺回去囉 打扎人這邊 一直被偷 看起來有點虧 好,塔拉倫點下了二樓 哇,我第一次看到這種 扇毛跟馬弓一直在對射的情況啊 兩邊沒什麼轉兵 但投石車出了很多台,最後投石車還是被打冒 OK,塔拉倫轉出了騎士 馬弓還在慘 重上高地了 好,終於解放黃金 跟石頭了 回頭開彩 好,後面又有一些馬弓就繞過去了 感覺麻煩了,後面也一直被BP 但現在3TC開樓,應該精緻還可以 好,這波騷擾完又走 好,這波騷擾完又走 好,馬弓這邊又回側,後面有騎士在騷擾 好,現在馬弓出量 回到21隻 兩邊都還沒有上帝王嗎 神保斯在打造47分鐘 沒有人想要升帝王 還在瘋狂爆拼 兩個都是馬弓有你對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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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但達達人一隻戰毛都沒有出 開始轉騎士囉 達達人這邊太緊張了 現在資源亮明動態上 達達人這邊領先2千了 再攻也補了 打打這邊上高地 好,用騎士去打敗毛效果很好 所以我們想要起劍塔 這個劍塔應該是沒救了 達達終於打出來了 馬扎兒家裡好像有點難守 這邊有劍塔 但特補不不大 這一把兩邊馬弓對射 結果看起來是發達人才贏了 多一個拇指環 真的有差啊 好,這邊繼續補馬丘 這裡有很多龍武炮 不能去照索馬弓突然走出來 目前秒殺一隻村民 好,這裡就有一些騎士丟 我覺得是說這一把打得有點荒萬啊 雖然有成功拆到PC 但是把投資車 跟馬弓都送掉了 好,這裡直接蓋個高麗寶 這個寶蓋起來的話 應該就沒了 因為地龍時代離地很遠 達達這邊的資源量 其實可以點帝王喔 把肉賣一賣就可以點帝王了 木頭也是 好,這邊的騎士回來救一下 好,這邊聰明看起來下降 但聰明數是差不多的 目前中方資源速率已經輸了快到4000 大家當然這邊透過買賣 好,右邊過來一個城堡 但是被騎士給抓掉 帶來這個寶墊到才寶了 但是這裡挖金晃的村民 大千席好像又要炸裂 兵器要沒了 馬鉤也留到後方 但是馬鉤看到箭塔也是選擇的撤退 城堡蓋好 TC被控 農田沒了 現在3TC可以鎮長農 但是現在農田裡都沒有村民 都在收村當中 右邊挖金晃的村民直接收村 記錯這邊打出了GG 我們恭喜Stabustin 拿下比賽的勝利 哇,最後達達人指出馬功 扛住了前期 大量戰矛跟騎士的策略 還有一些馬功喔 喔,蠻意外的喔 沒想到達達人最後靠著緬被的拇指環 可以打到這種地步 有點傻眼喔 而且他在城鎮中心的防禦戰時候 基本上都在平地對射 對方還有高地隨時可以防守 居然還是被拿回去了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 是由打達達人拿到資源上的全面勝利喔 太誇張了這個資源 好啦,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裡囉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幫我收到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呦